你好,我是匈奴人 青岛孔西 水泥灌车 连撞五十多车 11月23日晚上 山东青岛人民路附近 发生了一种 恐怖袭击 一辆水泥灌车的司机 一边高喊 共产党不让我活了 我要杀人 一边驾车 连续冲撞了五十多辆车 网上现在已经至少有八个视频 显示出这个事件 发生在人民路的 乐会广场一带 其中有一段是 水泥灌车内拍摄的 这个影片 司机情绪激动 用脏话大骂共产党 并且不断高喊 共产党不让我活我要杀人 随后司机驾驶水泥灌车 一路横冲之撞 这个水泥灌车大家都知道 就是前面装上这个水泥和沙子 后面就能把这个混合的东西弄下来 那玩意十分沉重 简直就是压路机 或者坦克 公路坦克 他先是在一个路口 撞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又追尾了一辆红色轿车 那辆轿车正在等红灯 不知道厉害 这时候呢 他应该赶紧闯红灯逃走 另外一段影片显示呢 司机呢 后来干脆就冲到对 向对面的车道逆行 因为正面的车道呢 他的速度慢 他撞不了多少车 他非常沉重 所以呢 他逆行的时候呢 就能够是撞得很多的这个车子 很多车都被撞得四轮朝天 而且大部分车都正在行驶 因为无法掉头 很多车辆呢 这个严重损毁 甚至有一辆巴士 就是公交车 车头都被撞变形了 据一位拍摄者称呢 水泥搅拌车 报复性报复社会 连撞五十多辆车 其实呢 按照全世界的标准 这是恐袭事件 这个可以这么说 而且呢 比全世界大部分的恐怖袭击 还要严重 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 在美国 或者在中东地区 一般杀死几个人 都算是恐袭事件 而这辆这个水泥 但是恐怖分子 迄今为止在全世界 还没有人使用过这个水泥贯车 因为那玩意的杀伤力太大了 简直就是公路坦克 目前呢 新青岛事围呢 已经迅速出面进行维稳 他们指令公安局 发布了一份通报 居然没有说有多少辆车 遭到中壮省毁 也没有说多少人死伤 只说呢 几个受伤者没有生命危险 说嫌疑人生魔呢 是酒后驾驶 所以网友认为 这纯属胡扯 因为山东呢 山东与河南是中国最黑恶的省份 那个地方的领导是什么谎言都敢扯 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通常呢 不管什么多大的事故 甚至恐袭事件 他都能够胡乱编造 所以这个官方的同胞呢 立即引发 引发网民纷纷质疑 说有一些车头都撞没了 难道驾驶者 还有生还的可能 就是说那个车头都已经撞扁了 撞掉了 驾驶员肯定死了 他说呢 有人认为呢 这是青岛市委呢 故意要把这个事情压下来 把司机塑造成酒诈 好像酒驾 这样就变成了一场事故 交通事故 而且呢 背景的因共产党不让我活了 我就要杀人说的这么清晰直白 就是所有看过这个消息的说 都能看出来 他是在恐怖袭击 但是呢 居然能够被青岛市委 青岛市公安局 改成了酒醉驾车 所以说呢 这个人们纷纷认为呢 青岛市公安局的消息 一点都不可信 完全是在胡扯 还有网民呢 就讽刺 说中共现在的做法呢 就跟这个预言书里面的 花刺子模信使一样 花刺子模的国王呢 面临着重重危机 但是呢 他却呢 想当然的认为 只要奖励带来好消息的死者 而除死带来坏消息的人 就能够天下太平 王朝就能千秋万代 结果没过多久呢 花刺子模国王就被推翻了 他也被剁成了碎片 另外呢 当地的网友称呢 赵氏司机几年前街头卖菜 被城管逼得下跪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中国呢 城管呢 是第一大手 在街头 中国有几百万城管 一般来说就在大街小巷 就像流氓一样 转来转去 找机会呢 就大人抢东西 这次呢 虽然具体原因不明 但是呢 这个司机呢 在影片里讲过 他刚刚被派出所拘捕 又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中国的第二大黑帮呢 就是空间法 但是空间法是更厉害的黑帮 因为呢 空间法呢 他们有枪 城管呢 主要是靠拳头 靠这个铁棍 靠各种各样的 这个随时找来的大人工具 因为他们并没有这个 就是像警察那样 有强大的这个火力的装备 还有盾牌什么的 他们没有 中国目前呢 正处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虽然说呢 中共当局拼命掩盖消息 但是呢 他难以掩盖 他却无法平息 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所以说呢 中国现在各种各样的恐袭事件呢 是越来越多 而且这些恐袭事件 不是什么新疆人干的 更不是什么西藏人 或者其他的少数民族干的 这些恐怖袭击呢 都是中国老百姓干的 因为他们忍无可忍了 不过也有网络评价呢 说这个冤有头再有主 有种你就应该去找警察去报复 你比如说 趁着派出所去开会的时候 你一个水泥灌车撞上去 基本上可以把防务撞到 把那几十个警察都给撞死 或者撞伤 你犯不着 在大街上对待无辜的平民 横总之撞 一口气撞到五十多辆车 就算平均每辆车有五个人的话 有两个人的话 这五十多辆车可能有上百人伤亡 但是具体情况呢 现在呢 谁也不知道 因为整个的那个路面呢 都被青岛市公安局迅速封锁了 然后山东呢 又是封锁消息 从来都是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说呢 这可能就成为一个无头冤案了 因为死人一多呢 青岛市委书记就得下台 甚至影响到山东省委书记 至于公安局长 那肯定要立即下台 他掩盖消息了 就不用下台 这就是中国的管理方法 另外呢 就是世界上最恶毒的致敬方式 因为呢 那个青岛市集呢 是口口声声 我不想活了 所以说呢 他去撞人 还有一个这个 前几天呢 还有一名男子 他也是不想活了 但是呢 他又没有勇气自杀 他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他家住在这个高楼上 三十二层高楼上 于是呢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从高楼上抛制重物 来扎人 就是说呢 这样人被他扎死了 有人那么 警察就来抓他 然后呢 就判他死刑 他觉得这种死法呢 比自杀呢 要轻松一点 结果导致呢 这个有一个28岁的女子 在吉林长村一个小吃街 买烧烤的时候 就站在那个烧烤摊上 结果呢 三十二楼 这个高楼 周末从高空头子的砖头呢 砸中了他的头 额部 就前额 然后呢 当然了 头就被砸破了 然后就死了 最终呢 周末一声被判处死刑 而且呢 他表示不上诉 他说呢 我本来就是想自杀 但是呢 我害怕 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自杀才能够减少痛苦 所以我就选择了呢 这种方法来自杀 中国新闻周刊呢 最近呢 从被害人家属处获悉呢 最高法院 人民法院呢 已经对他的这个案子 做出裁定 实行 立即执行 这个据检察官指控呢 说他这个 这个周末 是2000年出生 到今年正好 刚刚24岁 他不能自食其力 然后父母也养不了他了 这也是一个走投无路绝望的 因此呢 他仇视社会 认为中国这个所有社会 所有人都该死 所以说呢 他就采取从高楼上 多次炮制砖头等物品的方式 来伤害地面的人 他不管是谁 结果在短短6天时间之内呢 他先后向地面投资了 两桶五升的桶装水 那玩意要砸中了 也能把人砸死 另外还有三罐未开封的可乐 就那玩意也能把人砸成重伤 还有八块砖头 那足以制人使命 他总共砸中了楼下小吃街的 三名食客级摊储 就是说 有三个人都被他砸中了 导致一死一伤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警察呢 破案能力太差 他砸了六天 又砸死人 又砸伤人 又扔了那么多东西 周围的人也都熟悉无睹 结果公安呢 在六天之后一直砸死了人 对整个楼道进行封锁 才查出来是抽磨砸的 实际上呢 他当时都开了门 等着警察来抓他 所以说呢 这个 有人认为呢 这恐怕是 人类历史上最恶毒的自杀者 也就是说呢 中国人有时候是有一些 发明创造能力的 这个人呢 就显示了这种特殊的猜 他能想出这种方法来自杀 真的是匪夷所思 另外呢 就是中国抑郁症患者禁疫 据上海广播电台 广播电视台报道 我国患抑郁症人数 约九千五百万 也就是接近一个亿 而且呢 让几千万这个 让几千万人抓狂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现在中国呢 有一亿这个精神病患者 另外呢 还有九千五百万 这个抑郁症患者 这就显示呢 中国实在是太危险了 因为中共的自己吹嘘呢 中国有十四亿人 而很多这个国外的专家 测算的中国只有十二亿人 我认为这个测算比较正确 因为国外的测算呢 你比如说欧美的测算呢 主要是从用电量来测算 日本呢 主要是用盐 食盐用量来测算 而我是亲自调查过 就是中国呢 它是多少年来 很多已经去世的老人呢 他不登记 你比如说中国公布的人均寿命呢 都是将近八十岁 但实际上呢 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人的寿命呢 平均起来只有六十岁 至于年轻的时候就病死的人呢 当局不统计 实际上大部分老年人也都是五十多岁 因为各种各样的癌症 就一命无乎了 现在呢 再回头来看呢 就这么一点人 却有一亿精神病患者 和一亿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呢 实际上在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 我的体会呢 大部分中国人都有程度不同的抑郁症 甚至有人认为呢 中国人大部分都有 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 它不重视 它不尊重每一个人 从小呢 可以这么说 每一个人都受尽虐待 因为呢 中国这个社会呢 它有一种强迫性的 它是一种强迫性的文化 就是要求你这个事情这样做 那个事情那样做 就是说呢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 我印象很深的 我们小时候一过年的时候呢 觉得很好奇 因为很多 比如炸园子呀 什么蒸馒头啊 或者什么炸一些油瓶啊 或者做这个做那个呀 全家人手忙脚乱的 小时候呢 我有时候会问我母亲 会问我奶奶 怎么回事 结果呢 都是得到露头一巴掌 就是不需提问 你只准照做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特点 你到了学校以后呢 你也是不能够随便提问的 所以中国的教育 跟美国教育最大的不同呢 我在美国上过学 虽然我的上的不太好 但是呢 美国哪怕最差的学校 它的这个教学水平 都超过中国的清华北大 因为我在清华上过很多年学 所以我知道 我能够进行对比 美国老师呢 会鼓励每一个学生跟他对话 他也会 就是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 参与这个课堂 表达或者提问 中国教师里根本就没有这个环节 而美国呢 任何课堂 他都会保留很多提问环节 而且呢 老师呢 美国的这个老师呢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比如说班里面 不管有十个同学 二十个同学 乃至三十个同学 他都注意每一个同学 他都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呢 就是说呢 找机会呢 跟你这个交流 进行单独的交流 因为这种交流呢 表面上是 忽略了其他人 其实不然 因为你想的问题呢 正是很多同学呢 也是疑惑的问题 或者说呢 想表达呢 但是犹犹豫豫 没有表达出来的问题 通过这种讨论呢 大家呢 才能对这个问题 有着深入的理解 才能形成自己的这种观点 所以说呢 中国呢 这个社会呢 可以说 它就是一个强迫人 改造人的社会 共产党呢 在这一点都讲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 我在清华去休学回家的时候呢 那时候清华大学的那个 学生会主席叫林延子 后来当过河南省副省长 后来还担任过这个北大当委书记 又去担任什么吉林省委副书记 他跑到我家里面去 看我 就大言不惨的跟我的父母 因为到我们家去看望 我父母就赶紧做了一点食物 然后大家一起吃 他就说 啊 我们中国人就要自觉的改造世界观 我当时对他这个自觉的改造的印象非常深 后来呢 就非常的反感 也许呢 共产党人愿意改造自己 做牛做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只想做人上人 只想是踩踏别人 只想能够自己混得好一点 别人他是不管的 所以说呢 中国人呢 普遍带有这种强迫症 总是想改造别人 总是想把别人呢 当成自己的农历 实际上中国的理论呢 就是把所有人 中国这个文化 这个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呢 它把所有人都当成 可以改造的牛马 或者农历来看待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人们都普遍患有犹豫症 因为你受到 你在家里面 你说受到父母 家人的不断的训斥 到了这个单位 也不断的受到这个训斥 到了学校也不断的受到训斥 是一生当中呢 都要战战兢兢的 你就是做个小生意 那个城管都经常来训斥 你这不行那不好 随时就把罚单开过来 你说你还能够正常的生活吗 所以中国人呢 严格意义上都患有抑郁症 至于中国这个上海电视台公布的 那个9500万 那都是重度抑郁症 中国承认的精神病人呢 一亿呢 也都是重度 是中度的精神病人 轻度的精神病人 都是忽略不计的 或者轻度和中度的抑郁症患者 在中国也是忽略不及的 中国呢 其实造成这种 这个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呢 不仅仅是因为 这个中国社会的压抑 我刚才讲的 还有中国的污染 你比如说中国的空气污染 它无形当中在毒害每一个人 因为空气当中 各种各样有毒有害的气体太多 还有中国的水源污染 中国呢 除了西藏少量的地方 所有住人的地方 据中国政府自己的公布 95%以上的地方 地下水都已经严重污染 所以说呢 中国人喝的这个自来水里面 你做饭的水里面 甚至你 各种各样的水里面 都是有毒有害的 甚至中国的所谓那个瓶装 纯净水 都比国外最脏的 喝水还要脏 你想想中国的这个水污染 达到了什么程度 食物污染呢 就更不用提了 不管是餐馆里面的食物 还是你从市场买的那些半制成品 食物 甚至呢 你买的一些新鲜的一些食物 所谓新鲜的食物 那里面 你比如说 中国的这个豆腐里面 使用的这个石膏粉 那实际上对人体都是有害的 至于中国的这个酒里面 含有的那个甲醛 甲醇 那个东西呢 就更厉害 更可怕 所以说呢 中国呢 几乎就是一个处处有毒 处处能够害人的社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人你说 怎么能不中毒 受害 中国人怎么能 不产生大量的精神病患者 和抑郁症患者呢 而且呢 一个家庭 你只要有一个精神病患者 全家人都痛苦不堪 只要有一个抑郁症患者 全家人也是痛苦不堪 据这个上海电视 广播电视台报道呢 在中国的9500万 这个抑郁症患者当中 有30%都是青少年 也就是说呢 3200万人都是正在上学的青少年 这些人呢 甚至都不能够正常的上学 他们在家庭里面呢 跟家人矛盾重重 到学校里面呢 更是成为这个矛盾的焦点 实际上中国的这个 学校里面的那个群 群殴事件 当然一方面是中国人比较恶劣 就是动不动机欺负那些同学 但另一方面也被打的同学 很多实际上也是抑郁症患者 因为他们缺乏与其他人 正常交流的能力 所以呢 就成为围殴的对象 当然这种群殴 这种围殴呢 更导致这些人的心理 受的伤害更加严重 所以说呢 中国实在是太可怕了 真的 中国虽然 中国实际上就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也看不见 绝对 这种群殴方 这种群殴方